你好,大家好,又是我安東尼 這次帶大家來到萬錦市市中心的城市來看一看 基本上這裏的城市一放盤就很快賣出去 知道為什麼嗎?讓我帶大家看看這裏周圍的環境先說吧 好,那我們現在一起去逛逛吧 看看這裏有個多大的球場 這裏就是我將要介紹的Town House 步行五分鐘就到的Unionville高中 這間學校最有名的就是Arts Program 很多人都是為了這間高中而搬進來的 等一下我們也會再介紹這裏附近出名的小學 再來就是這裏的萬錦Theater 有很多音樂的比賽和表演都是在這裏舉行的 再遠一點就是萬錦市府 有關於萬錦市的大小問題 例如道路、房屋、垃圾、地稅和罰款單都可以來到這裏處理 那你說,住在這裏是不是很方便呢? 再來就是駕車幾分鐘就到的唐人魔 First Mom Place 這裏除了有各式大小的店舖 例如珠寶、電話、眼鏡、西衣和中藥店之外 它最重要的就是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餐廳 還有food court 可以買珍珠奶茶、港式小食和飯盒 我的朋友雖然住得遠 但是周不時都會看到他們過來這裏逛街吃東西 First Mom Place 再過來就是一個西人魔 但這個西人魔除了有西人超市之外 也有唐人超市 還有Home Depot、Windows、Starbucks、Staple文具店 還有書店 當然還有西人餐廳 這裏就是我們這裏數一數二的天主教小學 Saint Justin 還有再過少少的Codeau小學 都是非常之好的小學 而這裏附近的公園就更加不錯了 好了 那就說回這間Town House 今天帶你們來到這間 大約1700呎 三房雙車位的Town House 這裏每個月的管理費是$379 包水費 而上年的地稅是$3280 那這一種Town House 是非常之瘦年輕夫婦 或者剛剛有BB的人喜歡的 好了 現在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這裏從門口一進來 它就有一個大櫃在右手邊 我們再過來看一下這一邊 那這裏是餐廳 那餐廳也可以直接看到 我們這裏的廚房 好 我們再轉一轉過來這裏看一看 這條樓梯就是上二樓和三樓 那這裏就是個廳了 那廳其實也挺大的 那這個廳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怎樣呢 這裏有道門可以直接出去 那我們走出去呢 譬如夏天啊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裏燒烤 燒東西吃啊 那這裏門就可以直接打開它 打開它 那就可以 即是說 方便一點 那就不用在正門那裏出入的了 那就直接在這裏燒完東西吃 就可以直接在這裏進來 好 那我們看回 這裏 那這裏呢 那有些什麼東西呢 有個Stove 雪櫃 最主要呢 就是說 屋主就在這裏裝了一個淚水器的了 那有時候直接在這裏倒水喝 就不需要再煮過啊 那只是這裏有的而已 那整個屋呢 就裝了軟水 那洗澡的時候 或者會比較舒服一點啦 那 那我們再上去啦 那我們現在走上 上去 好 我們再走上去看一下 這裏第二層呢 就有兩間房的 你看到這裏兩間房 那就共用一個廁所的了 好 那我們首先看了個廁所先啦 那廁所都 差不多 那 另外就看一下 好 第一間房 你來這裏看第一間房 那通常這裏這一層呢 有時候就是說 給 你兩個小朋友啊 可以 睡在這一層那裏 那他們就自己共用一個廁所 或者 如果你只有一個小朋友 那也都可以 有一間房是給 爸爸媽媽啦 爸爸媽媽 那就是 爺爺媽媽啊 那些那些 可以在旁邊可以 隨時聽到小朋友 有什麼問題發生啊 或者哭啊 那都可以馬上過來啊 好 這裏呢 就是另外一間房了 那全部都是有個 大的櫃啦 其實這裏全部看出去都幾舒服的 和對面也都不會說隔得這麼近啊 好 我們就再上去 我們再上去這裏 我們就去 好了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這裏樓梯口那裏 也都還有一個收納的地方 我們可以打開來看 那這裏呢 譬如你可以擺一些廁紙啊 日常用品啊 或者一些乾淨的毛巾啊 你可以擺這裏 他們有需要就可以在這裏拿 好 好 到第三層了 第三層呢 就 只有一個主人房的 那主人房呢 首先在這裏呢 就有個 洗手間 洗手間呢 洗手間呢 其實呢 就是有兩道門的 一道門就是在我這裏進來的地方 那另外一道門呢 就是這裏呢 就是這裏的啦 對啦 那這裏的話呢 就是 另一道門 那它就是兩道門啦 那你就可以見到這裏呢 就是整個主人房啦 那整個主人房之餘呢 這裏前面呢 就是一個小小的書房的空間在這裏 那另外再加上呢 這裏 都是有一個walk-in closet 那你可以進去這裏 那就選你自己的衣服啦 或者 嗯 老公一邊 老婆就另外一邊 那跟著 也都可以在裏頭 就換上衣服才出來 是啦 那我現在呢 就下來的basement 帶大家看一下啦 好 首先你就看到前面有道門啦 其實這裏呢 就是直接出去 車房那裏的 哈 我們可以見到啦 外面這裏呢 就有兩個位 門前這兩個位的話呢 就是 你自己那兩個位了 那另外就算扔垃圾的時候呢 你那些垃圾呢 每個禮拜 都是放在這裏前面 那些人就會幫你收的啦 好 那你再看看吧 這裏 這裏本身都還有一個廁所的 那這個廁所呢 就是這邊了 對啦 除了有馬桶和洗手盆之外 這裏都可以洗澡的 好 我們再走過來 這裏外面 那這裏還有一個 小小的 要來擺一下糖梯啊 那這裏就有一個 Water Tank 在這裏 好 好了 講到洗衣服的話呢 那他們就會在這裏 洗衣服的東西 就在這間房仔那裏 有時候都放一些雜物 這樣 那以前的屋主呢 通常呢 他就會 放一個梳化 在這裏 以前的屋主 放梳化在這裏 另外呢 他就會再裝 一部電視 就掛上這個牆那裏 那裏 就變成了另外一個廁 那你們就可以在這裏 有時候被小朋友打一下機啊 或者你不想在上面那裏坐 或者分開一下 那樣 就在下面那裏看電視 打機 這間房仔第一次放出來 就以高個ASKING PRICE 以七十七萬五成交了 你說這間房子是不是很搶手呢 好了 那麽多位 這條片呢 就到這裏為止了 那希望下條片 我們再見啦 那麻煩那麽多位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麻煩你 幫我Subscribe 給個comment我 還有給個like我 OK 拜拜 我來了 在這裏 嗎 不 served